第一章父母逼我嫁给灰金如粪的土豪丈夫 我看穿了他骗婚的真面目 被家暴致死 重活一世 我不愿再当任人宰割的羔羊 表姐想让我做对照组 弟弟把让我当提款机 前世丈夫更是拿我当资源 我笑了 那就祝你们成功吧 一想告发我 做梦 陈和 你去死吧 丈夫赵元宁恶狠狠地将匕首刺进我的胸膛 鼓鼓而出的鲜血 很快夺走我的生命 我留下了痛苦的泪水 可再度睁眼 我却回到了弟弟陈南领着女友见父母那天 我妈牵起姑娘的手 笑盈盈地向我介绍 小和 这是你未来弟媳 向月 小姑娘面容娇好 嘴又甜 是陈和姐姐吧 听陈南念叨你好多次了 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比照片还要漂亮好几倍呢 我正正地环视着熟悉又陌生的客厅 一声不吭 哼 我可从来没和你念叨过她的好 我姐今年刚从三本大学毕业 正为找工作焦头烂额呢 快别烦她了 我瞬间将目光移到正在沙发上摊着的陈南身上 她两腿交叠着架在茶几上 鞋底还挂着泥巴 头发染得五颜六色 满身酷炫的纹身 满脸玩世不恭 除了颜值 一无是处 陈南 这就是你和我说话的态度 我双臂还凶 冷声质问 我妈急忙抽了下我的胳膊 吼道 陈和 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 我爸也护起了他们的宝贝儿子 你弟媳还在 说话注意点 隆重的火药味下到了项月 他不知所措地向我低头去求助的目光 可陈南正忙着向我要武扬威 哪能顾得上他 从小到大 爸妈总是更偏向于陈南 他们最爱以姐姐的身份绑架我 逼我处处谦让他 这也迁就了陈南 从不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的坏习惯 就像现在 明明受气的是我 我妈却按住我蠢蠢欲动的身体 借口做饭 把我扯进厨房 我站在洗菜吃钱摘菜 听他在耳边叙道 小和呀 你年纪也不小了 妈帮你物色了一个对象 这周末 你去见见啊 脑海里浮现出赵云宁丑陋油腻的脸 我无意识地折断了手里的芹菜梗 见面可以 但事先说好 我不嫁人 我态度坚决 我妈却急了 她把菜刀砸在菜板上 你都好大嘞 女孩子不嫁人像什么样子吗 可我分明才刚大学毕业 正是风华正貌 前途不可限量的年纪 哎呀 他人特别好 成熟体贴又会照顾人 我和你爸都喜欢 我妈最擅长软硬兼施 避重就轻 上一试 她就用这套说辞 哄住了我 关于赵元宁又老又丑又猥琐 又是二婚的事 只字不提 因为 他们嫁我 根本不是真心为我好 他们只是 想通过嫁女儿 来给宝贝儿子 赚一笔彩礼钱 我假装妥协 那好 周天我去见一见 说这话时 我满脑子重复播放着 赵元宁拿匕首 刺向我的画面 喷涌出的鲜血 模糊了视线 却让我彻底看清了 那个结婚两年的枕边人 原来他男女通吃 背地里养了同性情人 同我结婚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重活一世 我必须好好会一会他 二相亲地点 约在了一家咖啡馆 我一眼看见了 懒洋洋靠在窗边的赵元宁 他穿着紧身西装 肚子上的坠肉 一览无余 正贼眉鼠眼地四处张望 我做足了心理建设 刚一抬脚 他却掀我一步向前走来 然后驻足在了过道 我疑惑地猝起眉头 亲眼见他蹲下来 假装系鞋带 手机却偷偷地推向 隔壁桌女生的裙底 我心里泛起恶心 眼疾手快地掏出手机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计谋得逞的他 洋装无事发生 悠悠地回到座位坐下 我等待片刻才过去 赵元宁一见我 善笑着露出一口大黄牙 陈小姐是吧 快请坐 他把玩着名牌手表 滔滔不绝地向我炫耀 我呢 学历不高 九八五硕士毕业 工作稳定 年薪百万 在市中心有三套房 哦对了 最近兵力开腻了 想换量卖巴赫 刺眼的阳光照在他坑洼的脸上 衬出油光 他眯起眼睛 不怀好意地打量我 陈小姐可真漂亮 身材也好 这么美的脸蛋 不嫁人可惜了 我冷笑一声 果断拒绝 抱歉啊赵先生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今天就到这里吧 赵元宁伸出粗胖的黑手拦我 不服气到 你一个末留三本毕业生 连找工作都难 怎么有勇气拒绝我 跟我在一起 我一个月能给你十万零花钱 我一把打掉他伸过来的咸猪手 语气轻蔑 赵先生 凡事要先看看自己配不配 你没有镜子 总有尿吧 你什么意思 我抄起桌上的咖啡 一股脑泼向他 看清楚了吗死变态 就这个意思 褐色的液体 沿着他气到抖动的肥脸 一路流向白西装 形成一片难看的污渍 他拍桌起身 指着我鼻子怒骂 臭女人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我快步走到前桌 将方才拍的照片 晾给被偷拍的女生 姑娘 有个变态刚才偷拍你 这是证据 姑娘也是个敢于反抗的 一看到照片 瞬间怒了 直接甩给赵元宁一个巴掌 反手拨了110 情况在赵元宁的意料之外 他威胁我的气势 立马弱了下去 面露慌张 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 得意地仰起嘴角 呼吁咖啡厅的顾客 看住赵元宁 静候警察 最后 赵元宁成功被警察带走 临走前 还不忘狠狠地瞪我 三晚上 我回到家时 客厅很热闹 是二姨领着表姐正同来串门了 二姨一见我就阴阳怪气 小妹 你家小和厉害着嘞 连乡亲的大老板都敢搞 原来这事 不知怎么传到 我爸妈耳朵里 恰逢二姨在我家 不巧被他这个好事地知道了 我爸当着他们的面数落我 陈和你咋回事塞 好好的相亲 都被你给搅黄了 那人是个老坏蛋 你们就这么想让你们的女儿 嫁给一个坏蛋 我妈冲上来抽 我的脑袋 别一口一个变态 叫得那么难听 他要真是坏蛋 警察怎么会放他出来 我看 是你故意栽赃陷害人家的吧 关于这点 我只能说 钱是个好东西 赵元宁 也算是资本圈 有头有脸的人物 百平这样一件小事 肯定不在话下 但我是想让他知道 我陈和也不是好惹的 我态度坚决 那好 我告诉你们 不管他是不是坏蛋 我都不会假 倒是你们 宁可相信一个陌生人 也不肯相信我这个亲女儿 还真是我的好爸妈 我爸扬手要扇我 表姐正同 假意劝住她 眼里的幸灾乐祸 已经快要藏不住了 好了三衣服 我想 小和这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 表姐正同 相貌平平 但成绩优异 和我同一年上学 今年毕业于一所211高校 她自幼便是众人 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身为她的表妹 没少被拎出来 和她做比较 二姨也跟着附和 是啊 小和不喜欢就算了 她二姨父认识的大老板 大小和九岁 人好着嘞 哪天我介绍他们认识 二姨口中的大老板 不用想知道 一定是个肥头大耳 和赵元宁一样 油腻的邋遢大叔 我忍不住对道 那么好你 自己怎么不嫁 你 二姨横着眉毛瞪我 表姐也不死心地 冲上来找存在感 小和 你还是让三一三姨父 省点心吧 我就要去面试工作了 还要备考研究生 你也该为自己的未来 做做打算 郑童的特长是霍西尼 无声无息挑起争端 再故作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我敏锐地捕捉到重点 研究生 也说不定是研究死吧 郑童被我呛得 哑口无言 我妈冷冷道 陈和 你究竟想干嘛 我的目光在他们之间勋循 斩钉截铁道 我不嫁人 我要找工作 二姨冷嘲热讽 你一个三本毕业生 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我故意瞟了眼正同 一字一顿道 我要去面试万象传媒 万象传媒 是市里最好的传媒公司 也是上一世表姐共职的地方 我重生之后 心里早做好打算 这一世的 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不能再做仰仗男人鼻息的家庭主妇 二姨笑得更猖狂了 毫不留情地拉财我 我家彤彤也在争取的公司 你哪来的勇气去面试啊 我看啊 花瓶就该做花瓶的事 面对二姨的羞辱 我爸妈甚至不会替我反驳 我爸更是伙同外人一起打压我 你面试的事 我们不同意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我妈也连忙负荷 改天妈再给你参谋一个对象吗 工作哪有嫁人香 况且 你弟弟随时可能结婚 家里需要你帮衬 上一世 我就是这样在父母的游说下 沦为他们收彩里的筹码 被迫放弃自己想做的事 这一次 我态度坚决 甩手离去 我就是不嫁人 伺我在极品亲戚 和无良爸妈的质疑声中 一路过五官斩六将 通过了比试 成功来到面试环节 不巧的是 面试考官中竟有赵元宁 他所就职的公司和万象传媒 隶属于同一旗下 能来当考官也不稀奇 但我还是为自己的倒霉惋惜 果不其然 他对咖啡馆的事耿耿于怀 疯狂给我穿小鞋 赵元宁当着重考官的面 拎出我的学历评判 可他是三本身类 最后 我在一声声窃窃私语下 走出面试厅 正同故作惋惜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得幸灾乐祸 小和 等我入职了 一定脱熟人 给你介绍份工作 我对他视若无睹 不到最后一刻 我不会轻易否定自己 面试出结果那天 正赶上姥姥生日 二姨包着砂糖菊 杨梅吐气道 等我家彤彤的offer下来 我请大家吃烧烤去 表姐依偎在他身边 笑得腼腆 按照考官的话 他们会在今晚八点 给最终录取者 打来电话通知 我下意识 看向头顶的挂钟 纷针就快指向十二 八点整 客厅响起一阵电话铃声 郑彤立马去摸自己的手机 却发现 铃声从我这传出 我怀着雀悦的心 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 传来自证腔圆的播报声 陈和小姐 恭喜您被万象传媒录取 请于下周一早九点 准时来公司报到 我爸从阳台 掐灭了烟凑上来 我妈也从厨房探出脑袋 我按下免提 环视着客厅里的所有人 对手机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 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电话那头的女生 又将刚才的话 完整重复一遍 这一次 声音响彻整间屋子 二姨手中的半块橘子 掉到地上 正同胶着的望向二姨 神情无助 我妈目瞪口呆 我的老天爷 这馅饼还真掉陈和脑袋上来 我笑得明朗 不好意思啊 二姨 不小心抢了表姐的名额 二姨吱吱呜了半天 只能找不到 童童 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和陈和的填返了 我把手机递给正同 一本正经的提建议 不如你把电话再打过去问问 当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面 正同羞愧的无地自容 我看向我爸妈 他们却故意对我视而不见 眼里全然没有替我开心的喜悦 倒是藏满了的不甘 也是 因为一个月三千五的实习工资 丢了加一次就几十万的彩礼 他们确实笑不出来 我为了能尽快适应新工作 入职之前 我每天都去图书馆 借阅相关报刊阅读 一天翻借阅卡的时候 我意外发现银行卡不见了 冲出卧室 我看到玄关处多了一双鞋 院种弟弟陈南回来了 郑悠闲摊在沙发上 我居高临下地向他伸手 把银行卡还我 陈南翘着脚 白了我一眼 什么银行卡 我揪住他的衣领 咬牙切齿道 再说一遍 把卡还我 陈南急了 一把推开我 跳着脚大吼 陈和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什么银行卡 客厅的吵闹声 吸引了厨房的我妈 他跑过来训斥我 陈和 你一大早上的抽什么疯 跟你弟弟喊什么 我指着陈南 坚定道 他偷拿了我的银行卡 我爸从阳台探出脑袋 说得云淡风轻 你卡里有钱 给你弟弟花点怎么了 至于发这么大火 我不留情面的拆穿 他是没手 还是没脚 需要钱 不会自己赚吗 亏他 还是要结婚的男人 我妈替陈南辩驳 你弟已经在找工作了吗 他有困难 你作为姐姐 难道不该资助他一下吗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看 我爸妈都知道 我的银行卡 是陈南偷拿的 但依旧理直气壮地 站在他那边 帮他一起 无脑指责我 我微笑开口 好啊 卡送你了 陈南得逞的笑 才露出一半 我又出气不易道 反正密码我早改了 陈南气得 把兜里的卡摔到沙发上 无能狂怒 陈和你不是人 我抱着胳膊 看他发颠 从前 我的银行卡密码 陈南是知道的 因此 我卡里的钱 总是莫名其妙少很多 我虽有不情愿 但一直默默隐忍着 然而前两天 我特意改了银行卡密码 没成想 这么快就有人破房了 我妈劝我 小和 你弟刚谈了对象 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你卡里有钱 就先给你弟花嘛 等你嫁了大老板 卡里多少钱没有吗 我皱起眉头 怎么还提着事 我马上就要去上班了 事到如今 他们竟还想着 让我嫁人 我妈和我爸面面相去 最后 是我爸打破沉默 实话告诉你 我跟你妈都不看好你这份工作 你上班的事 我们不同意 我妈附和 是啊 一个月三千五的工资够干嘛 我笑了 三千五的工资 我自己花绰绰有余 但他们非要当吸血鬼 铁定不够 我捏紧身侧的拳头 说到底 不还是想让我嫁人赚财里吗 第二章 那我就把陈南的女朋友搅黄 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 人心不狠 地位不稳 六我挑了空闲时间 约向月出门 商场的休息区里 她腼腆地坐在我对面 我从包里摸出一打厚厚的A4纸 则是我连夜整理出的 陈南从小到大的所有黑历史 姐 你今天找我出来 是想和我说神 向月满脸期待地开口 我把装定好的纸推给她 扬了扬下巴打断她 你自己看吧 向月猛了 半信半疑地翻了起来 不出三分钟 她的表情变得微妙 我不确定她看到了什么 可能是陈南小时候 故意戳伤邻居小孩的眼睛 还死鸭子嘴硬 可能是她沉迷于打架 从小学打到高中毕业 基本隔一阵子 就要被找一回家长 又可能是她高中 搞大了同班女同学的肚子 被人家爸妈找到学校 拎到墙角一顿暴揍 向月表情凝重地放下资料 我悠悠开口 你是个好女孩 热情又善良 但我那纹固的弟弟 确实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还希望你不要被表象冲昏头脑 说到这 我脑海里闪过上一世 向月同我弟结婚时的画面 婚后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 我弟却一直没有工作 也不让向月出去上班 两人一直靠彩礼度日 靠父母帮衬 向月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 最终提出离婚 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这样自立自强的姑娘 一定会做出个不后悔的决定 向月果然没让我失望 当晚便向陈南提出分手 意料之中 陈南发疯了 他哭着求爸妈替他做主 指着我恶狠狠道 一定是陈和 他对银行卡的事耿耿于怀 故意搅黄我和向月 我妈跌跌撞撞地凑过来 不可思议地问 小和 这真是你干的 我云淡风轻道 是啊 我爸发了风似的 跳起来骂我 你个贱人 连自己亲弟弟都害 丧良心地赔钱货 陈南停止哭泣 大概是没料到 我会轻易承认 他挣住了 弱弱地问我 陈和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管爸妈的骂声 冷冷地盯着陈南 字字诛心 陈南 搅黄这门轻视的是你自己 你也不动一动你的猪脑袋 好好想 好人家的姑娘 凭什么嫁你 图你没本事 图你有手好闲 还是图你只会啃老 我爸养手要扇我 我稳准狠地抓住他的手腕 迅速调整火力对象 还有你和我妈 身为他的亲生父母 不教他怎么赚钱养家 只教会了他 怎么做吸血鬼 甚至 我瞪着气到发抖的爸妈 冷笑道 还不惜卖女儿 只为给宝贝儿子赚彩礼 我妈指着我大叫 陈和 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立刻马上 我魂不在意地转过身子 到 我早就在外面找好出租房了 正好离公司近 方便日后上班 等会儿搬家公司就来了 不劳你们费心 早在我出发去找向月的那一刻 便已经为自己 铺好所有退路 现在 我呛得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妈安抚着我爸 故作很懂地分析道 放心 他扑腾不了多久 三千五的工资 根本不够他花 等他实习期一过 自然就回来找 我们帮忙了 走前 他们还在我身后大吼 好啊 陈和 那我们就和你一辈子 老死不相往来 我笑了 他们根本不了解我 我虽然读的是三本大学 但我大学四年 勤勤恳恳地学习 一到假期便出去兼职 截止到目前 手里少说 有十几万存款 今晚 等我走出这个家门 便是开工 没有回头见 我不但会转正 还会真的和他们 老死不相往来 期我入职万象的第一天 在隔壁公卫 看见了表姐 二姨又恢复了 耀武扬威的架势 在家族群里大肆宣扬 那公司说了 鉴于我家童童太优秀 破格录取 直接免试 亲戚们还真被她的胡话忽悠住了 只有我从私下里同事们的闲谈中得知 是二姨父脱关系 把表姐硬塞进来的 那天午休 还发生了一件事 我在茶水间 偶遇了高中同学宋衍 她在咖啡机前接咖啡 我路过时不小心撞到她 郑玉道歉 一张熟悉的面孔闯入视野 宋衍 你也在这工作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 她郑玉回答 两个小姑娘端着水杯路过她 毕恭毕敬地喊了声 宋总好 我耿住 不知所措地搅着双手 四年不见 宋衍静成了万象传媒的总经理 她冲我微笑 沉河 好久不见 我看了你的简历 你现在很优秀 面对突如其来的夸赞 我正愣着 语无伦次道 谢 谢谢 她继续说 本来赵总不想让我录取你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你 她口中的赵总 一定是赵元宁无疑 我恍然大悟 原来 是宋衍被地理帮了我一把 我才得以 有了这次实习机会 她像是洞穿了我的心里话 悠悠道 当然 主要还是因为你真的很优秀 竟然还拿过全国主持人竞赛的银牌 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 被狠狠触动 第一次 有人能越过学历这道门槛 看到我的发光点 我不停地对她汗手 谢谢你的夸奖 她临走前对我说 好好干 我看好你 我没辜负宋衍的鼓励 每天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 反观正同 却经常把共同任务推给我一个人 自己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某天午休 我推开她递给我的文件 忍无可忍到 上头安排我俩合作完成的工作 你凭什么只让我做 正同踩着高跟鞋 居高临下地看我 陈和 我劝你最好识相 最初 我以为她的勇气 来源于关系户的身份 直到我在部门主管办公室 不小心撞见她坐在主管人栋的腿上 两人轻轻握握的场景 我偷偷将这一幕拍下留存 本想着不到必要时 不轻易利用 谁知正同 很快就坐不住了 巴我在宋敬的建议下 争取了一场音乐盛典的主持人机会 为了能在投票中当选 我每晚下班后 都会去陆波市加班 练习讲演PPT 宋敬也时常很晚离开 基本都在我之后 一天 我因为时间太赶 没来得及吃晚饭 去茶水间接热水的途中 偶遇了宋敬 我有气无力地 和她打了声招呼 她却忽然朝我走过来 将一份盒饭塞给我 晚上没吃饭 胃不舒服了吧 我买多了 你回去把这份吃了 她说得飞速 眼睛瞟着左上方 始终没正眼瞧我 说完就匆匆走掉了 徒留我一人原地凌乱 她怎么知道 我中午没吃饭 我摸着怀里还发烫的盒饭 心底一出一丝暖意 我在投票中以最高票当选 成功拿下主持人机会 正通的名字下 却只有可怜兮兮的一横 想必一定来自人栋 那场盛典在我的主持下 圆满结束 正通大抵是因为极度 开始在公司四处造谣 她把独属于她的帽子 通通扣在我头上 说我是关系户 说我和公司高管关系不一般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她整日在团队里浑水摸鱼 还动不动就跟同事吵架 同事们乃会信她的鬼话 全当她发颠 我明面上不和她对质 私下里早在盘算 如何给她重重一击 宋衍作为正统谣言里的公司高管 发了脾气 说要开会 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按住她 只问道 你有没有任主管妻子的联系方式 她犹豫着将联系方式推给我 我当着她的面 用小号将留存的照片 发给这位正主 宋衍一副吃到大瓜的表情 忍不住夸赞我 陈和 四年不见 你怎么还是这么击俩 我嘻嘻笑着 对付恶人吗 还得是借刀杀人 她思索着问我 正统不是你表姐吗 她要是知道是你做的 和她的关系搞砸 你怎么和家里交代 我正了想 缓缓道 我和家里吗 早就断了联系了 我现在呀 自己租房住 宋衍似乎有些惊讶 眼里又闪过几分心疼 她眼神躲闪 弱弱地开口道 那以后晚上 我送你回家吧 反正我们顺路 我正于开口 她却扔下一句 不许拒绝 匆匆离开 但我只是想问 她怎么知道我们顺路 酒信息发出去的第二天 人动妻子 就一路杀到了公司 这位正主 也是个疯的 一路拖着前台小妹 上到七楼 小妹紧紧抱着她的腰 将她声拉硬拽地往回赶 急得快哭出来 赵女士 没有预约 真的不可以进 赵新直接把她推了个亮枪 插着腰怒吼 我看今天谁敢拦老娘 前台小妹不知所措地脚着手 不敢再上前 她怒气冲冲地杀到办公区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扑面而来 令人窒息 她警惕地扫着每一张人脸 和她对视过的人 都情不自禁地垂下脑袋 连我也是打了个寒颤 正同前一秒还在美美地补妆 下一秒就被人扯着后脖领领了起来 她理直气壮地大喊 疯女人 你有病吧 赵新直接一个耳光扇过去 然后开始一手扯她漂亮的卷发 一手狂扇她耳光 破口大骂 小贱人 身是谁家男人都敢勾搭 小狐狸精浑身透着一股骚味 人动那个王八蛋怎么就看上你了 老娘今天就要教你做人 正同手舞足蹈的挣扎 精致的美甲狠狠抠着赵新的衣服 却还是逃脱不掉她的魔爪 赵新骑在她身上 随手扯一张办公桌上的废纸 团成团直接塞进正同嘴里 骂声没停 见人 还敢不敢勾搭别人家男人了 我闪在一边 饶有兴致地看戏 内心直呼爽快 正同 这都是你应得的 架打到最后 正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头发乱得像鸡窝 一堆被扯掉的碎发 零零散散地落在地上 脸蛋也破了像 肿得像猴屁股 最后 这是闹到了上头 鉴于影响恶劣 管理层劝退了正同 又命令人动 停止反省 正同终于消失在我眼前 直到小时候的邻居哥哥 留学归来 石成轩通知我她回国时 我还在公司加班 宋衍平常总是在大厅默默等着我 那天我因为着急 直接抄近路 从后门飞奔到饭店 我小时候和表姐家是邻居 成轩家就在我俩家中间 我们三年龄相访 经常一起玩耍 直到高三那年 成轩去俄罗斯留学 一别四年 她突然回国 我自然是相当欢喜 只是她没告诉我 这场饭局人很全 我爸妈还有我弟 以及表姐一家都在 他们全程聊得火热 只有我一直低头玩手机 弟弟 聊这么久了 发张照片过来看看吗 下次我去夜店 一定留意你 看着屏幕上 赵云宁发来的新消息 我陷入了纠结 最近 我一直忙着 在网上假扮男人 和赵云宁搞暧昧 她上一世 害我害得好惨 咖啡馆的教训 不过是开端 我不会对她善罢甘休 小和 你怎么也不和我们说说话 程轩招呼着我 融入大集体 郑桐凑上去笑嘻嘻道 轩哥 小和在忙工作吗 你和我聊 我瞟了一眼 郑桐还在发肿的脸蛋 她虽然极力用粉底液演示 还是不难看出 脸颊比以前大了三倍 我暗戳戳地对她 表姐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呀 她缩着脖子 底气不足 啊 有吗 我不不紧逼 你最近也不来上班了 难不成再偷偷减肥 二姨忙着替她打圆场 我家童童最近吃海鲜过敏了 医生让她好好休养 一通对话下来 二姨不再敢和我搭话 转头拉着我爸妈聊天 我终于把众人的目光引开 陈轩哥 给我发一张你的自拍 我偷偷对了下陈轩 央求道 她爽快地发来一张 自认为最帅的 顺便问我 怎么 要帮我找女朋友 我眉毛一挑 道 我帮你化身正义使者 替社会惩治变态 女朋友这个关键词 落进正同耳朵里 她又舔狗式地凑上来问 轩哥 你还没她女朋友呀 说这话时 她一脸娇羞地撩着头发 我妈接过话茬 话说童童也不小了 要不我改天给她介绍个对象 饭桌上的话题 瞬间指向正同 转变成她的征婚现场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 早将正同心里的小九九 洞察清楚 我早知道 她一直对承轩有好感 如今人家留学归来 她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 自己想和她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 承轩哪会理她 承轩自幼和我玩得最好 一听说我需要帮忙 一直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五一十地 把赵元宁的事讲给她听 我俩窃窃私语的场景 在正同看来 一定十分暧昧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恨不得把我盯穿 饭局结束后 正同故意拖住我 把我逼近角落质问 陈和 你不是和宋妍好吗 干嘛又来招惹轩哥 你明知道我喜欢她 故意针对我是不是 我没想到 她会这么直接 于是 比她还直接地说到 正同 你还是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我趾高气扬地打量着 矮粗胖的身材她 顺带伸手碰了下她的脸蛋 讽刺到 你一个被人家 正主找到公司暴躁的小三 喜欢承轩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你配吗 如果你是承轩 只能在我和你之间选一个 你会选谁 我撩拨着时尚的卷发 笑得明媚动人 外貌一直是正同心里的痛 我钻戳她的痛处 向她伤口撒盐 这一招叫做 雪上加霜 正同垂死挣扎 陈和 你别太嚣张 我笑了 句句句珠心 我不嚣张 谁嚣张啊 你一个被公司开除的实习生 以后连万象的门槛都踏不进来了 你又在狂什么 我摆弄着指甲 将她耀武扬威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表姐 等我转正了 一定托熟人 给你介绍份工作 她被我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哭丧着脸跑掉了 我走到酒店门口时 我妈还在和二姨攀谈 她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开口道 之前给你介绍的那个大老板 人家最近可交了新女朋友 就快要结婚了 日子过得可甜蜜嘞 只有你 还在公司底层摸爬打滚 将来有你后悔的那天 我正欲开队 对街停下一辆豪车 宋颜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身边 额头满是汗珠 陈和终于找到你了 你提前走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给你发微信也不回 还好之前绑了定位 我顿时正主 看了眼手机屏幕上的微信小号 心里泛起一丝愧疚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语气满是歉意 宋颜 对不起 我今天真有急事 我听见二姨小声问郑彤 这男的谁 郑彤不情愿地回答她 万象总经理 我妈许是听见两人的对话 又或许是看见了 对街豪车车前 带着翅膀的B的车标 她谄媚地凑上来 你是我家小河男朋友吗 我是她妈 我震惊地瞪着她 她已经准备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赞我 我羞耻心泛滥 迫切地想要拉着宋颜逃离 下一秒 宋颜却淡定自如地拉起我的手 大方承认 是的阿姨 我是陈和男朋友 今天我俩还有事 以后有缘再会 在众目睽睽下 宋颜拉着我的手穿过马路 驾着豪车急驰而去 一上车 宋颜便向我道歉 抱歉 刚才情况紧急 所以暂时 装了下你的男朋友 别介意 我盯着还残留她余温的掌心 说不出心里的滋味 温暖夹杂着酸色 切回微信大号 看着她头像框上方 九九家的红色数字 我钻尽掌心 下定了某种决心 你要是想让谎言成为现实 我倒也不介意 说完这句话 我根本不敢和她对视 缩在车窗前 抿着唇 垂下头 宋颜估计也挺慌的 她沉默了好久 才悠悠飘来一句 你抢了我的台词 所以 今晚不作数 就这样 没过几天 我接受了宋颜的表白 我俩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十一赵元宁和小女友结婚那天 硕大的礼堂 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新郎新娘喝娇杯酒环节 一个男人不顾保安的拦截 冲进礼堂 扬翻了赵元宁的酒 她举着手机 指着赵元宁大骂 你个负心汉 前两天还说要带我去三亚旅游 今天就结婚了 新娘抢过男人的手机 把聊天截图翻到底 立刻扯掉头杀 反手扇了赵元宁一巴掌 好啊 你的男女通知了死变态 骗我结婚 就是为了背地里方便养情人是吧 宾克席顿时哗然一片 商圈大名鼎鼎的老板 私下里竟是个骗婚的同性恋 赵元宁下的脸上的肥肉剧烈抖动 亮呛着跌在地上 被男人和新娘 来了顿男女 混合双打 这一切 都是我不得绝 按照潜意识的剧情走向 赵元宁在同性恋酒吧养情人的事 就快要瞒不住了 她为了更好的掩人耳目 定会迫切地寻找一位结婚对象 然而 新娘和程轩 皆是我的人 一个被我弄去当赵元宁的救命稻草 一个私下勾引她 引她上钩 来个问中捉鳖 我在约定好的地点 静等程轩凯旋归来 她和我交头时 拍着胸脯和我说 陈和 你放心吧 这孙子的名声算是废了 她塞给我一个U盘 道 这是我俩面积那晚 我从她嘴里套出来的话 只有几分钟 我只能帮你这些了 我把U盘举起来对着阳光 嘴角微扬道 没关系 剩下的证据 就交给我亲自去寻吧 十二万项传媒的每一位实习生 在实习期即将结束时 都会被安排到万项总集团旗下的某个公司 去工作一阵子 这段时间的工作 将会作为能否转正的重要考核标准 我跟宋颜坦白自己想被调去星团影试时 她面露担忧道 你和赵元宁有过恩怨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宽慰道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 她不放心地叮嘱我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和我及时联系 我的目标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仅要让赵元宁身败名裂 还要让她生不如死 吃尽牢狱之苦 她私下里一直在洗钱 多次将非法收益形式上合法化 可惜的是 这些我都是在将死之日知道的 我如愿被安排到赵元宁身边 当上了她的私人秘书 我再次见到她那天 她憔悴了不少 面色发黄 黑眼圈很重 赵总好 我是公司安排给您的新秘书 我叫陈和 我穿着工作服 毕恭毕敬地站在她面前 赵元宁抬眼看我 吓得差点把椅子做翻 陈和 怎么是你 我撩了撩头发 声音蛊惑 怎么 赵总这么不想见我 他瞪着我不吭声 我连忙解释道 以前的事 是我有眼无珠 现在赵总您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才是真正 让我刮目相看 能跟在您手下工作 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他微愣 故作谦虚地装腔做事道 陈和 没想到 你也不是油颜不尽吗 早这样该多好 我强称着笑意 感觉自己 有种为大意献身的应用 跟在他身边 工作了不出一周 我便破解了他的电脑密码 将他电脑里 有关洗钱交易的证据 通通拷贝下来 只是 还有一项关键证据我一直拿不到 我知道 赵元宁名下 有几间桃色交易场所 专告黄色交易 如果我能拿到决定性证据 他定会牢底坐穿 终于 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十三赵元宁主办了一场 公益募捐慈善会 邀请我作为女伴 一同参加 这场宴会表面上 打着慈善旗号 实际上 只是他洗钱的一种手段 我抱着不放过 任何一次机会的想法 印下他的邀约 我挽着他的胳膊 走进李厅内客 顿感几倍发凉 李厅里的每个人 目光都如阴损般锐利 叫人不寒而栗 小和 去进陆总一杯 我在他的叫缩下 端着酒杯 不断向各路老总敬酒 直到喝到头脑发昏 一时模糊间 我感觉 有人揽上我的腰 手掌不安分地 在我身上游离 有人在我耳边低语 小美女 累了吧 叔叔带你去休闲 我被人打横抱起 带到了一间密闭的小屋 耳边传出窃窃私语 赵总 你这小秘书身段还真不错 你厌福不浅啊 李总这是哪里话 女人吗 你喜欢送你了 一阵恶心的哄笑声过后 我感觉到 有人爬上我的身体 我迅速睁开眼睛 一脚踢向那人的裤裆 从床上翻尸而起 环视着周围 我忽然就懂了 原来 这个名为慈善机构的地方 也是赵元宁手下的 桃色交易场所之一 看来这一趟没白来 男人吃痛的执着我怒骂 剑女 你给老子等着 赵元宁揣开门跑了进来 扫了眼房间内的情况 迅速把目光移向我 拧起眉毛吼道 陈和 你干嘛 能被李总宠幸 是你的福气 而且 你不是明明 明明已经喝下药了 是不是 我眯起眼睛 笑得张扬 老变态 你真当老娘 好骗是不是 跟你出门 我不做点防护措施 怎么行 其实 我早在喝酒前 便默默吞下 可以抵抗那种药的特效药 主打一个防患于未然 赵元宁气地发抖 杨首要打我 他的手才举到半空 便被人拦下 我看到宋言挡在我身前 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 不许动 有群众举报 你们这里从事黄色交易 都给我蹲下 赵元宁吓得落荒而逃 只是才跑没两步 就被警察抓了回来 我将怀里的幽盘高高举起 警察同志 我这里有证据 赵元宁很快被警察押走 经过我时 我趴在他耳边淡淡说道 亲爱的赵总 老底坐穿 也是你的福气呢 周围恢复了安静 我看向在阳台默默抽烟的宋言 一步到他身边 他眼圈心红 面无表情地看我 宋言 我安全回来了 下一秒 他疯了似地抱住我 下额抵在我的肩膀 声音微颤 陈和 你记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放开你 十四赵元宁宣判 无期徒刑那天 是个好天气 我因为实习期工作表现出色 拿下了转正名额 我爸妈知道我转正了 带着我弟第一次来住所找我 还买了一堆菜 扬言要给我庆祝 小和啊 我和你爸早知道你行 给你买了爱吃的鱼 妈炖给你吃啊 我爸笑出了褶子 挫着手和我说 还有 你那男朋友 我和你妈很满意 改天领回家来 好好见一见 你们的婚期就定下来吧 我妈附和道 是啊是啊 正好你弟年纪也不小了 需要你以后帮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他立刻闭上嘴巴 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他们 别装了 现在说这话 会让我误以为 当初把我赶出家门的 不是你们 他们无地自容地垂下头 只有我弟还高高昂着头 爸 妈 我不需要我姐帮衬 我正在努力找工作 他底气十足 却还是不敢和我对视 或许是为自己曾经的顽固 感到羞愧 我把一大袋子菜 塞回我爸妈手里 道 以后别来看我了 我爸正住 为啥 我笑了 忘了吗 是你们说的 老死不相往来 我把他们赶出家里 果断地关上门 送走了我那无良爸妈 又来了个极品亲戚 二姨缠妹地求我 小何呀 你现在出息了 又谈了帅气多金的大老板 可别忘了 二姨小时候 还总给你买糖吃 你表姐最近在找工作 你帮帮她吗 我笑得阴阳怪气 二姨 我一个三本毕业生 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啊 从前对我冷嘲热讽 爱达不理 现在妄想高攀我 不好意思 他们根本不配 使我转正那天 宋衍为了给我庆祝 请我去吃了顿西餐 酒足饭饱后 他神神秘秘地 从怀里掏出个小小漂流瓶 挑眉问我 还记得他不 我把瓶子捏在手里翻转打量 思绪被拉回高考毕业后的那个暑假 班主任给我们艺人发了一张材质 和一个漂流瓶 让我们写下自己的愿望 放进瓶子里 等四年后 回去找他拿 前两天我回母校 顺便把你的也带出来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要不要拆开看看 我看着瓶子里泛黄的纸张 手心莫名出汗 摊开那张褪色的材质 纸上工整的字体 映入眼帘 我们终其一生 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句话 来自于我最爱的一本书 吴启师的《无声告白》 眼前顿时模糊一片 我捏着纸条 流下了久违的泪水 陈和 你做到了 这一世的你 过得很好 年轻人的自己 我也不知道 他来自尽 或是像 你大人的 你可 Engine